先是一名女子深思历劫喊着解封 后来陆续有人加入跟着抗议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坚决清零 引起反弹抗议声浪一路蔓延 女子死命抵挡 还是被五名警力拖着走 发出七粒惨叫 有人出声贺阻立刻遭到公安阻挡 在杭州街头 绍生加特警微赫生 赶不走抗议民众 中国反风控怒潮 在各地串联扩大 示威者不怕警力团团包围 重复喊着诉求 但就怕场面一发不可收拾 大批便衣刑警冲进现场抓人 换到西湖 这名男子只是手拿菊花就遭到盘查 只有你们在认为他有违法犯罪嫌疑的时候 你们才能对他进行盘问扣留 你们的嫌疑的证据在哪里 这个呢一看就是有准备来的 乌鲁木齐大火的调念活动 烧出中国风控示威潮 不满声浪从上海北京 一路烧到中国其他城市 疫情以来声势最大的抗议 是否会扩大 全球都在关注 东山新闻综合报道